《狗天馬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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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上段故事 賴玉銘設計師融合了電影《極北歐元素》 替屋主打造了專屬的居家風格 在接下來的故事裡 設計師如何替平常生活忙碌的屋主 設計令人放鬆的私領域空間呢 讓我們來看看吧 Action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空間感 大到不像話的主臥室 玉銘先來介紹一下主臥室的你整體設計 跟我們樓下的主軸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在這個主臥室的空間 當然我們還是延續了所謂的北歐風格 所以我們還是使用了木皮 木地板 以及食材 當作我們這個空間的主要建材的元素 剛才我們看到的一樓客廳的部分 沙發背牆是使用文化石 而在這個建築上 它是在同一面牆上 所以我是以同樣的文化石材質的元素 去連結跟貫穿它一二樓統一的設計感 但是你選擇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對 在顏色上我稍微有一點點的跳脫跟變化 為了搭配因為這裡是主臥室嘛 所以我們在文化石的色調上加了一點米黃色 再加上有一點間接燈光 整個氣氛 房間的該有的浪漫氣氛 就營造出來了 剛剛一直在講說這個主臥室的空間感 真的很大 其實視覺看出去就沒有做很多實體的東西 那收納的部分要怎麼直覺 在這個空間你能看到說 我一樣是有黑色的元素 同樣是帶到我的膠卷意向的概念 可是它同樣是賦予著功能 這個部分都是有抽屜收納的功能 這個陽台旁邊的小座位區下面有收納 對 那檯面上就是能夠讓我們的臥臺的使用 所以它能夠很輕鬆很放鬆的坐在這邊 能夠享受它的下午茶的時間 這個很棒耶 你看在大的落地窗旁邊 又可以享受陽光當成座位區 下面又有這麼大的空間可以收東西 因為我當初有要求要這一塊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就是太陽打進來 然後我在那邊坐在上面看書 很有氣氛 然後那時候沒有想到說 還可以做成收納空間 結果它就延伸了很多收納的地方給我 你說想把電影元素放到這整個小天地當中 不是隨便說說耶 不是只有一樓的公共空間耶 主臥室裡面黑色的這個面板部分 還有什麼地方也看得到電影元素 其實在我們主臥空間呢 當然是我們的床座啊 這都是屬於基本的功能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衣櫥 衣櫃的收納 而你看到我們主臥的空間呢 它有相當大的面寬都做為衣櫃的容量 而在這個表面材的部分呢 你能看到說我仍然使用著這個天然木皮 以及這種黑色的亮面材質的元素 那為了要呈現電影元素跟電影辛苦的感覺 然後要把這個膠捲表現在衣櫃上 鑲砍的部分也是你特別手工去做的 在這個門片的設計上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費工夫 因為它是不同的材質 然後搭配到它的鋁條的手邊去交錯而成的 對 所以是一個也非常花時間費工夫的 一個衣櫃門片設計 它這個主臥室通過這個走道走過去 是一個更衣間的概念嗎 對 它的後面呢 是屬於更衣間的概念 同時也是書房的空間 喔 可以當作書房 對 而且我覺得男主人應該很滿意這個書房 裡面放了好多他的收藏品啊展示品 書房的設計呢 我一樣是以黑色條狀斷帶的元素 去呈現它膠捲的意向 並且在城板上有搭配上一些不鏽鋼的城板 增加一些金屬的質感 把這個空間騰出來 剛好搭配主臥室的空間 它不但是可以女屋主更衣 或者是男屋主看看書 這樣子的搭配才對嘛 對不對 而且還是可以看得到很多膠捲跟電影元素 貫穿在整個空間裡面 是的 要搬來這裡的時候我就跟設計師講說 我不想要浴缸 但是我要想做成像湯圓那樣的 每天回來收工很累 水放我就可以泡了 要不要剛搬來的時候說爸爸房間有游泳池 每天都跑來我這邊洗澡 三代同堂的居家空間 我在猜這間應該就是掌清房了對不對 是的 這間就是我們的掌清房 那麼在主要的材質上呢 我們還是使用著天然的木皮 以及木地板 那麼也增加這個空間的溫潤質感 可是當每個空間都過度於延續這個溫潤質感 又再過於淡 所以在這個空間呢 媽媽希望說能夠跳脫一點點的不一樣的質感 所以我跟屋主就特別選擇了這一個皮革磚的材質 在這個皮革磚的尺寸呢 它的每一個尺寸是以30公分為一個單位 所以你會看到我的床頭主牆的尺寸呢 是150公分的寬度 那麼高度呢就是180公分的高度 都是30的倍數 是的 那同時在同樣的單位呢 我們再延伸到旁邊的這個木紋板的部分呢 它也是30的倍數 所以它的寬度是60公分 因為是等於比例去延伸出來 所以視覺上感覺很和諧 然後媽媽喜歡金色 所以窗也是金色 然後連床頭的後面那些肌理也是做成金色 我一直挑金色 媽媽的方面就乾乾淨淨 然後沒有多餘的造型啊什麼 就是她其實蠻喜歡的 擅長木設計的設計師賴玉明 運用木頭溫潤的質地 搭配上其他建材 讓不同的特色均能展現魅力 從進門處開始 以溫潤的橡木石木 打造一道L型的電視主牆 讓石木以層次堆疊而上 表現影片片尾意象 沙發背牆則選用文化石磚牆 完成屋主最愛的北歐風格 並運用玻璃結合鐵鍵隔屏 區隔客廳和樓梯 滿足屋主的需求 及風水和冷氣循環的考量 二樓進主握房之處 更在不同材質的搭配下 呈現巨大膠捲的圖像 再次表現了屋主的個人特質 推門而入後 則是延續北歐風格 及木質溫潤感的主握房 在床頭牆的設計上 再次沿用了文化石磚牆 電視牆則以簡約的壁紙 展現時尚氛圍 並結合石目溫潤的質感 打造床頭板及床架 而衣櫃則利用美耐板 鋁條和石目交錯 設計成為膠捲意象的門扇 在主握房中 也讓屋主的特質展露無遺 廊到底端是結合書房 與化妝台的多功能空間 成為了屋主夫婦談心的好地方 三樓小孩房為了未來小孩長大的實用考量 以輕裝修的手法 將壁面以活潑的紫色色彩 並拉高窗戶高度 設置書桌及石目書櫃 讓三個女兒有一個舒適的房間 另外隔壁的掌親房 則使用設計師陪屋主在建材展挑選的 高密度泡棉崩板和石目相襯 表現床頭牆質感 營造高雅舒適的睡眠環境 環顧每個樓層 設計師利用屋主的個人特色結合木設計 並且以攝影底片為發想概念 將拍戲劇場和北歐風格居家設計 巧妙地融合為一體 打造了令人久久回味的私人宅地 基本上回到家不想出去 只是想要待在家裡面 因為真的設計得還不錯 它其實蠻細心的 連警衛都說你們設計師其實還蠻盡責的 因為他看了這幾戶四幾戶在工作的時候 他覺得只有你們這家設計師幾乎每天都到 然後每天盯著工地看哪裡有問題 我就記得很清楚我們兩個 那天搬進來 然後躺在床上 然後就互相看著對方眼 然後說好像住在飯店裡面 就真的是那種夢寐以求的 就以前都沒有想過說 哇有一天會出來一個那麼大 那麼漂亮的房子 對啊 從賴玉銘設計師的案例中 我們看到了 令人刻骨銘心的空間設計不假外求 用心體會展現屋主的個人特色 並將精緻工藝發揮到極致 就能讓屋主住得開心 也成就了一間具有獨特風味的自然好宅 想看更多賴玉銘設計師的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 他的創業跟我們傳統的創業 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我是覺得他這個圓弧非常漂亮 每一折每一折都很圓潤 他比較符合現代人要的一種需求 就比較現代的感覺 有沒有人比較深入 可惡的身材 他不認真是非常非常敗 就是我必須誤的